真不幸遇到这些情况 应该怎办呢 作为我们警察 首先我们的立场最重要的是人身安全 车或钱财都是伤害物 首先如果真不幸遇 被人钉中了 要看中自己的车 要自己的车给他 但因为一部车或钱财或财物 伤害到自己人身安全 我觉得最不值得 如果真不幸遇 发生在自己身上 第一时间就是想到自己 或是家人或是身边人的安全 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如果真是有匪徒在自己面前 下车的时候 可以跟这些不发指导 我想拿回自己的小孩 或是跟自己的家人重物下车 车你可以拿去 我觉得这是最理智 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因为对他来说 他只想要那部车 如果有个人在他的车里面 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 因为从他自己逃跑 或是案件的严重性 或是销装 都是多了很多不必要的烦恼 很简单 很简单 其实是一个生活常识的习惯 走去停车场拿车的时候 我们应该很自然地 成为一个留意周围的环境 有一个地点的习惯 其实这个很简单 很多时候 这些贼人 这些匪徒 他都是在某个地点 去等自己的列物 好像手术代套那样 他没有真是针对你 个人性 他只不过想要他那部车 我在这个地点发现了这部车 我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把他偷走或抢走 如果自己走回车的时候 应该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当你留意一下 周围自己附近 有没有一些可疑的人物或车辆 就是你看上去有些不对路 如果没有 上车第一时间 未打火之前也好 选择第一时间把车门锁了 好像不是很大的一个细节 其实最起码可以被 如果真的有一些 这麽紧急的突发事件的时候 可以多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可以去应变 但如果你拿车士出来 准备在那个紧急红色的紧急锁上 有什麽事的话 如果真的有人向你走过来 或者有些不好的想法 你可以按那个锁 如果自己在车里 来一段比较近的距离 或者一段距离 可以整着自己的车的防盗喇叭 车不停地响 大家都听过 就可以引起周围公众的注意 亦都可能就这麽简单 那些责人取而不取难 就可以吓走 本来要对你做些不好的事的人 这都可以考虑 现在是两个人的阶段 这是两个人的阶段 当然是两个人的阶段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 你帮助